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Danny你好 周乐好 现在见到听到更多更多的 我们的华人的第二代 都是表现非常好 爸爸妈妈也非常疼爱 这些有出席的儿女们 就在他们一进入职场 就强迫他们储蓄 给他们付一个头款 帮他们去买一个房子 然后你们自己去付payment 就这种趋势 可是这个在借贷方面 还有在挑屋方面 要注意哪些事情 其实这个就是 最近一两年以来 就是很多华人 都是有帮自己的小孩 一踏入职场 马上就买房子 那从大多数来讲 他们的income都是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第一栋房子 就是小孩 的income来qualify这个mortgage 对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第一栋房子 基本上是在五六十万左右的 也没有很高 那一个一个bachelor毕业的 搞software的 基本上七万八万 是可以拿到的那个income 那我觉得父母这种决定 首先是for sure对的 那首先你就是帮助小孩 尽早的帮他build up他的assets 那其次就是 其实他是教会小孩怎么样去 use这个money 比较聪明的去use这个money 不是说我一工作去买豪华车 买别的东西 其实对一个一个人一生来讲 他的财富的积累前面几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前的后面都是成指数往上走 你前面那个base拉的有多大 就决定了你后面到底能成多少钱 所以如果前面如果说 同样两个小孩出来前面五年 一个前面五年一早出来 就开始build up他的assets 还有一个前面五年前都随便浪费掉的话 那落干年以后他们两个人的财富 相差就不止如此了 那还有就是帮助小孩拿到那个tax的那个benefit 他要pay mortgage 那我觉得华人的父母在跟小孩买房子的时候 他有两种方法可以做 一个就是说一个gift赠于他 就是一个down payment给他 也输一封信 this is a gift money you don't have to pay me back 还有一种常见的就是 父母作为不住在这栋屋子里面的cosigner 那一般这种情况下 就是小孩的income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他要借助父母的income跟他一起来 coallet farmer 那父母的名字要上title吗 要上title 你上loan的话就一定上title 所以将来你这个就要考虑到 将来你要transfertitle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transfertax involved 就是他那个部分的transfertax 对 他的那个percentage wise 那很多就是华人就是 我父母就是我占的percentage wise少一些 对 将来的transfertax也少一些 那从税上面来讲 至于两种到底哪一个华得来 那你就check一下你的cpa 从incometax啊还是以后卖掉的 一个是从gift赠于 capital gain gettax OK 一个是gift赠的赠于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那个cosigner 他当中肯定有 如果是foreign parent他给小孩钱 foreign parent不必给gift tax 不需要 这一般都是你给赠于的那一方 有tax 至于这个transfertax 我觉得在在做的的时候 其实transfertax真的也并不是一个很大的amount了 好 那所以说 其实现在如果要找个五六十万的房子 给小孩子买 小孩子有的时候能力也比较强 有的时候甚至会买更贵的房子 因此maybe这个parents 需要做他们的co-borrower了 好 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个parent 还继续的帮助小孩 那接着呢就进来看一下 Danny 你觉得现在在整个的 Greater Bay Area里面有哪一些recommended的的area呢 那其实最近一两年以来房市 尤其是北加州的房市 其实涨了很多了 那从客人来讲 买房子一个是 依着自住或者investor 那investor他考虑的是 cash flow 那有一些比较aggressive的那些investor 他是从appreciation的角度来考虑 他那个每个月可能有一些些小的negative 他也不在乎 所以有两种人 那这两种人他选择的那个房子 也是totally不一样的 很多客人打电话说 Bay Area房价涨了那么多 现在根本就找不到 positive cash flow的地方 I believe so 其实还是有 赶快说 其实还是有 那仔细找一找 如果一栋condo 房价在41万到42万左右的话 有吗 有而且location不是不差的还不错的 就是至少中上的 那他如果租金2600块的话 有啊 有那你如果做一个30年固定 或者是做一个arm program的话 你每个月还是有300块到400块的 positive cash flow 哎呀我的天哪 所以还是有 你还是要去仔细的找 那还有一种就是说 我们现在买房子 稍微aggressive一点 那你就跟着市场的 business opportunity在走 就跟着大公司在走 以前我们考虑的就是 一定要学区好 学区好 学区好 那现在就是 稍微看一下前面几年的 公司好 公司好 Google啊Apple啊或者那个Facebook啊 你这些可以去去循着他的轨据去找 前几年Mountville其实涨了已经非常可观 是是是 所以这两种两类客人都是可以找到相应的地方 如果客人对这些地方感兴趣的话 那不妨打一个电话给我 是的 如果还想深入的知道更详细的情况的话 现在这个整个的environment 还有real estate的industry已经跟过去 实在是变化太多 已经不一样了 请找到Danny 他的电话是408-802-7296 或者是电邮 就是dwlon dwlon.com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非常感谢Danny Danny谢谢你 谢谢周乐 谢谢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周乐 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在所有的social media 可以重复的收看的 那么至于津津乐道的现场节目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拜拜 祝您周末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